编程练身体好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别吵了 好不容易躲过程练 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吗 睡不着 虽然答应了冒老祖要复习编程知识 可是 我今天真不想学习 对哦 这个时间有动画片 真舒服呀 在地球生活也不错嘛 让我去修飞船 不 暂时修不好也没关系 放弃吧 我不会离开沙发的 我不要修飞船 我要看电视 不要 好累啊 优比阿Q 下次依依再来找我晨练 不要开门 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明早之前不要叫醒我 放开我 我不用写作业 编程作业 还是先忘掉吧 又要上学 要是每天都是周末就好了 是啊 洛克 厕所静我一下 我肚子不舒服 可以 走 早 怎么那么久 再等下去会迟到的 爸爸可能生病了 不知道能不能开车 那怎么办呢 迟到了要受罚的 我就知道 便成猫 你来开车吧 可是开车就不能睡觉了 别生气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经过我升级的智能校车 只要说出目的地 小八就会自动前往 不需要司机了 真的 挺厉害的嘛 是啊 编程猫最棒 这次靠谱嘛 上一次又比IQ 放心吧 这一次 我可是按照步骤编程的 快点 又迟到了 各位同学早上好哦 欢迎乘坐笑车小八 请选择行驶路线 居学校路线依照智能编程 好的 请同学们检查安全带 车辆要出发咯 编程猫真棒 小车智能行驶得很顺畅 这只是小问题 别小看我的智能编程能力哦 车是开得很好 但是国王开车的时候 五分钟就到学校了 现在已经二十分钟了 学校还有五条街呢 开快点 开快点 要是我爸爸开车 绝对不会迟到的 迟到 我不要 我不要凶罚啊 不要 好吧好吧 我改改智能车编程 有没有增加速度的编程 最好是跑车或赛车的编程 还要跟爸爸开得一样快 一样好 好好好 我一定改得让大家都满意的 哈喽 早上好 欢迎乘坐校车小巴 请问去哪呢 去学校 路线选择最快的 我喜欢 大家坐好吧 飞速即乘吧 毕国王开车快多了 全身快散架了 还能上课吗 到学校了 大家下车吧 每天来学校不烦吗 我们不要去学校 大家坐好 目标 公园 不会吧 又来啊 小巴 你是智能车 你要听乘客的指令 多嘴的乘客 不要了 不啊 指令无效了 怎么会这样啊 再试试吧 小巴 你不要跑啊 小 右手 有没 小巴 都有 有 大甲 前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超速 立刻靠边停下 看在你认错态度很好 这次就放过你了 谢谢警长 回去写一千遍 以后再也不超速了 是啊 小八 快放我们下车 你是智能车 不是绑匪 我们现在是被绑架了吗 被一辆车绑架 丢死人了 变成猫 快来救我呀 别找 大家别急 我现在就把小车修好 终于来救我们了 好怕呀 我不要变回普通的车 我还是不会放手的 下车子来 我还是不会放手的 谁来救救我呀 谁来救救我呀 我们需要用程序 我们需要用程序设计语言和计算机交流 并且向他们发出相关的任务指令 要给出明确的指令步骤 举个什么例子呢 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几步 大夫 打开冰箱 放弃大象 关上冰箱 快救我 再举个什么例子呢 我知道错了 哈哈 我不甘得要设定好命令 就开始执行的 嗯 大夫们 听我命令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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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八 去学校 好的 准备出发 小八不去了 好的 停止启动 小八 我们去大海 拒绝 这是错误行为 太好了 成功升级成智能车了 不过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滚头洗衣机 是谁出的搜主意 哇 衣服都洗好了 下次不准爸爸再拉肚子了 感谢靠谱的智能编程 让大家经历轻逃害浪的一天 大家别走啊 我们该去学校了 好的 请乘客依次上车 乘客呢 到底要不要去啊 那我自己走了 终于弄到车了 出发 好的 博士 请系好安全带 等一下 密欧客 这车是智能编程的吗 安不安全呢 有差别吗 不是 你很久没叫我闭嘴了 哎呀 累死我了 编程猫总是惹麻烦 编程时一定要按照明确的描述下达指令步骤 一点都不能马虎 举个简单的例子 把大象放进冰箱共分几步 一 把冰箱打开 二 把大象放进去 三 把冰箱关上 共三步 编程也是一样的 分析 设计 编码 测试 除错 这样才能让程序成功地运作 你们可要告诉编程猫哟 别再惹麻烦了 回来给你们带了礼物哦 哇 好棒哦 妈妈 你快来看我的考试成绩 成绩好棒哦 乖孩子 来 我亲亲 不要 考试麻烦 编程猫 编程猫 我们来玩球吧 编程猫 我要吃你的小鱼干喽 编程猫怎么了 连小鱼干都不吃 吃腻了吗 换狗粮试试 编程猫 你是不是想家了呀 没有没有 不是 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我一定会帮你回家的 UBIQ搞了好长时间都没搞定 我要去找一群高手来帮你修飞船 真的吗 只要把飞船修好就能回家了 罗克 谢谢你帮我修飞船 我是来帮忙修飞船的 飞船在哪儿啊 佳剪城猫 进去修 你们干什么啊 编程猫 你就放心吧 佳剪城猫是经过培训的 真 真的吗 真是修吗 真是拆吧 他们已经尽力了 编程猫 我来了 那不可以 可以 飞船上上下下操了个遍 根本找不到问题 你 也会修飞船 我 涂了点药膏 贴了窗口贴 一天后就好了 应该不用输液 药也别吃了 飞船呢 花花 依依 小强他们太不专业了 别整猫 你放心 这次我带了世界上最厉害的工程师 肯定没问题的 真的吗 国王 还是你最靠谱了 拜托你了 专业的工作就交给专业的工程师 放心吧 并料 酷 正好 咯的 你搞这么美味的食物 你在干什么 飞船呢 没事 大家来帮我 就算帮不上忙 我也不会怪大家的 只要核心还在 就有修复飞船的可能 走 飞船和气啊 怎么回事 飞船飞船 修复完成啦 好了 虽然看不太明白上面的编码 但是飞船好像没有问题了 飞起来了 坐稳了 变成猫 你真的可以回家了 真的要回去吗 和我们在一起不开心吗 和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但我还是会想家的 大家一起祝福变成猫吧 我会想你的 我也是 变成猫 我来了 小学生作文 数学 还有数学荒岛的光盘 都在这里 回家也要带上作业吗 去飞船的时候 大家都在帮倒忙 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其实我们是故意的 对不起 变成猫 为了不让你回去 故意去捣乱的 嗨 不让你回去 .» 变成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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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成涫 刘青 变成 在山中飘洒的伤亡 有花太阳的 再见了 我的朋友们 是什么 心中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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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帽 快启动冤枉之马 让卡布们变成装水球和球棒 嗯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好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的飞船 又毁了 不是 我们 孩子们 想我了吗 编程猫 你又不回来了吗 猫老祖 没有飞船 我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 愿望之马已经故障了 怎么有能力修复飞船呢 都怪我 没有仔细检查编程 我好命苦啊 但是 愿望之马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是一定能送你回来的 可是怎么修复它呢 愿望之马可是高深的编码啊 你要认真了解与学习 我看不懂啊 我会在代码上进行注释 你好好学习上面的知识 学完就是回家的时候了 真的吗 猫老祖 什么是给代码注释呢 注释是编写程序时 写程序的人给一个语句 程序段 函数等解释或提示 能提高程序代码的可读性 以便于以后的参考修改 比如一段代码的作用是播放音乐 那就编著播放音乐的文字说明 原来如此 我一定要学好这些 编程猫 你有一群真正的好朋友 关心你 在乎你 把你当家人一样对待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他们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家 我也一定会珍惜跟大家一起的时光 欢迎回来 别扯动 对啊 我最近刚学了一段酷炫的舞蹈 跳给你们 猫老祖的舞姿就别看了 辣眼 你怎么跑出去了 国王圈狗工程师叫上我的 可是你又没干活 只是去吃东西 我的活就是吃东西 还有拉 你又看 你给我闭嘴 不准说下去 不许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猫老祖 故事是计算机语言中重要的部分 用于原代码中解释代码的功用 增强程序的可读性 可维护性 用于原代码中处理不需运行的代码段 来调试程序的功能执行 在编码规范中 剑名之一 注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代码是由人编写并维护的 请确保你的代码能够描述 注释良好 异于他人理解